坐困机舱6小时 旅客怒报警 乘客被迫在闷热的机舱里待上6小时 而且也没得吃 没得喝 让他们气得要航空公司给个交代 周一有300多名乘客 搭乘岳阳航空157号班机 从布鲁塞尔飞往蒙特罗 但雷雨迫使班机改飞过太滑 乘客指出 即使空调已经停止运作 机上也已经没有食物和水 他们也不能下机 据报 飞机降落时 机组人员曾告知 他们必须停留大约半小时加油 但四小时后 飞机还在跑道上 电力也耗尽了 让所有乘客都陷入名副其实的黑幕中 岳阳航空后来成功恢复照明 让眼看机舱内闷热的问题无解 至少有一名乘客气得报警 警察 医护人员和机场的紧急团队 随后抵达并发水给乘客 但有人报警 让航空公司不太开心 在沃泰华降落六小时后 这架飞机终于起飞了 机场表示 有20架飞机因为天候不佳 改飞沃泰华 但只有岳阳航空的班机发生这么大问题 而且有机场人员带着食物和水待命 随时都能提供协助 但岳阳航空从未提出要求 当机场试图联系岳阳航空要乘客下机 他们却没有回应 位于蒙特楼的岳阳航空在声明中表示 当时机场非常拥挤 因此无法提供登机桥让乘客下机 或是补满见底的水箱 加拿大联邦当局已经要求岳阳航空详细说明 他们为何不让乘客下机